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毛巴 話說在酒樓叫菜吃, 我跟朋友一見到瑤柱扒豆苗就會叫 但每次一碟仔都要接近200元 反正現在不能出街吃, 我們就在家自己做 今次就做一個簡易版, 需要的材料都很少, 大家可以試試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因為大家每一個訂閱對我來說都是一大的鼓勵 首先大家要準備的材料很簡單 我走過街市的時候看到豆杯30元一斤, 都算很便宜 我馬上買了一斤, 但這裡其實不夠一斤 因為昨晚我煮公仔麵的時候煮了一點點來吃 洗完之後瓊乾水就可以了, 就這樣放在旁邊 還有我準備了幾片薑, 如果真是很爛的人, 這幾片薑都可以不用準備 柏薑會容易出味, 但會彈到周圍都是, 毛毛就開心了 所以我在中間切了幾刀就算 預先都需要浸乾瑤柱, 可以用多一點水去浸 因為一會兒這碗水都會有用 而乾瑤柱的數量很隨意, 今次我做一斤菜就用了四粒 到最後就是兩款調味料, 我就用了雞汁和蠔油, 什麼牌子都沒所謂 因為就這樣加這兩款調味料已經夠了 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煮了 一開始就要煮一大煲水, 放幾片薑片進去 等到水大滾的時候就可以慢慢放豆苗入鍋 這個步驟就不用錄太久 在我用筷子按下豆苗入水中, 看到它們開始軟身就已經差不多了 當我們撈起豆苗在碗上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要避免所有水 因為如果在碗上有太多水, 一會兒就會稀釋所有醬汁 就會變得沒那麼好吃 當我們完成豆苗之後就可以把它放在一邊 現在就要準備瑤柱扒汁 浸了一段時間的乾瑤柱軟身後, 我們就需要撕散它 而我自己的習慣就是拿起幾粒瑤柱, 之後用兩隻手指弄散它 而這個步驟就不用撕得太碎和太散 有些大些, 有些小些 一會兒做出來就會更漂亮 撕完之後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四粒乾瑤柱的份量其實都頗多 現在就可以準備一隻白鑊, 放少許油在上面 等到它出煙就可以放些乾瑤柱爆香了 如果大家是入廚新手的話, 這個時間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乾瑤柱上面有水分 而撞到油會比較活躍 不斷跳的 當我們爆香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把剛才的乾瑤柱水放進去煮一煮 這個時間就可以根據自己重不重口味 去放適量的蠔油和鮮雞汁 來到這個步驟的時候 已經有些在餐廳吃到瑤柱扒汁的顏色 在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試一下味 我喜歡偏濃一點 因為一會兒菜苗都會分泌水分出來 這樣就剛剛好 當我們調好味後就可以準備生粉水 這個可以令醬汁稠一點 一來可以令醬汁更加掛菜 二來我覺得它送飯會更好吃 一下生粉水就馬上結了 大概這個程度就可以上碟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瑤柱扒豆苗 這麼簡單 只用了兩樣調味料 已經可以這麼像樣 真是入廚新手都會做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這麼簡單的煮食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對 直接